在梦里永远不要清醒 世界中央 歌手身体不适 演唱会极喊咖 粉丝集体留言祈福 62 岁的歌神张学友 展开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 吸引大批粉丝朝圣 日前更是达成惊人的第一百场成就 还传出5月将来台小巨蛋开唱 怎料就在上海开唱的前夕 主办单位无预警宣布 张学友因身体不适需要敬仰 不得不取消演出 让歌迷们相当担心 今天主办方在微博发布了公告 表示张学友因身体不适 被医生嘱咐需要进行敬仰 为了保障演出整体的高水平呈现 决定取消3月8日到10日三场的演唱会 或许补偿措施会再公布 消息曝光后不少歌迷感到可惜外 更是心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